我是你们的海上老司机 他强装业户板栗奖 但是我的这个称号 就要在今日迎来他的终结 我决定了 从今以后我就要改名为 掰弯大师板栗奖 正傻汉子掰汉子 正傻妹子掰妹子 日常我掰我自己 米狐悠实在是太可怕了 让一个遗女up主 天天常驻提瓦特 也就算了 毕竟人神就是个恋爱游戏嘛 但是把一个遗女up主掰弯 你会有实书顶级叉级修改气 在听完了丽莎的好感度语音之后 我直接原地弯成闻香 丽莎小姐姐一开口就是一句 嗨小可爱 我直接嗨老婆 香香软软的小姐姐 谁不喜欢呢 这句 放心吧 姐姐会照顾好你的 我直接走 我给你进屋 我愿意为她将八百页的血论 倒背如流 我愿意和她共同扶养雷泽小可爱 姐姐给个机会吧 如果说板栗匠的小哥哥鉴赏系列 车速之快 完全就是奔着限流去的 那么板栗匠的小姐姐鉴赏 必然是冲着封号去的 综上所述 本期视频是板栗匠的第一期小姐姐鉴赏 也将是板栗匠的最后一期 珍惜这辆车 请在她死前 给她烧点三连吧 在本期史莱姆鉴赏大会啊 不对 是玉姐鉴赏大会正式开始之前 我要先提问各位屏幕前的鉴赏大师们 丽莎小姐姐身上最初你差距的是哪一点呢 请把你的答案打在宫廷上 现在我宣布 原神玉姐团鉴赏第一期 丽莎啊 丽莎小姐姐的鉴赏大会正式开始 神之眼 板栗老师曾言道 提瓦特的神之眼就是XP指示器 从帝君的臀 黎月的魂 公子的腰 提瓦特的宝 到丽莎的胸怀万卷 胸有勾壳 神之眼 永远的神 在四周的紧密包裹之中 刻意露出的肌肤 已然足够抓人眼球 而在这之上的神之眼 不是让人忍不住想要将事件去遭于此 向下延伸出无限瑕疵 要是这条挂着神之眼的链子 再长一点就好了 那样的话我一定要宣布 在现场我就是那枚神之眼 我和小姐姐贴贴 绝对领域 绝对领域本身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 丽莎小姐姐的绝对领域 这锯齿状的开合设计 实在是太像苏略之后留下的痕迹 无声的勾引你 将这期间的间隔 撕裂的大一点 再大一点 那样的话 一定会受到丽莎特别的惩罚吧 高跟鞋 魔导师大人 请不要因为我是一朵胶花而联系我 请用你的鞋跟用力的踩踏我吧 感变 这酥酥麻麻的感觉 这心跳加速的触动 那路好动 原来感变就是爱情 当感变 遇上知晓一切禁忌知识的丽莎小姐姐 花式惩罚Play 就问你 期待不期待呢 说不定要把你喝一些奇奇怪怪的药水 再拿你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实验哦 想象一下刺激的图书馆Play的画面吧 当它一面优雅地翻看着书中记载的实验方法 一面藏起眼底的恶趣味 在你身上 使诗员超出书中记载范围的实验 被黑皮手套包裹的手指 画过你的肌肤时 带起一片酥麻的触感 里里外外每一个角落 在感变所到之时 被刺激到战力 小心哦 不可以流汗或者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不然倒电的滋味 可是很酸爽的哦 一试 再等一下 将毁罪的记号 滚在弟子的前额 好了 那么一试就完成了 今后你就是我丽莎的首席弟子了呀 丽莎小姐姐她亲我了 丽莎小姐姐她心里有我 不过身为首席弟子 肯定是有什么特权吧 是可以和丽莎小姐姐一起学习和实践那种 就是那种 禁忌的知识吗 做得好的话 丽莎小姐姐会给出什么特殊的奖励呢 肯定不是一个亲亲 这么简单吧 丽莎小姐姐身为须弥教理院200年一遇的天才魔女 却只愿在蒙德担任图书馆里员 她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她那看似不被诗人所理解的决定 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智若鱼呢 须弥语林中走火入魔的学者 或许只是在祈求知识降临之后 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评语会中看似有大智慧的智者 或许只是在将知识作为操纵他人的工具 智慧是智慧之神的敌人 学成的学者正在催生于行 被神所施舍了知识 自然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天才的道路从来孤独 从来寂寞 而更残酷的是 丽莎或许已提前洞察了一切真相 却无能为力 在她那看似只是为了偷懒 而滑水摸鱼的表象背后 透露出她对这世俗的一切隐隐的抗争 知识不应该被神所垄断 知识的获取也不应该付出惨痛的代价 图书管理员看似是个不起眼的职位 但丽莎正以自己的方式 践行对神的反抗 让知识无条件地传递给所有人 而在这条道路上 她已经做好了受到惩罚的觉悟 脖子上的神之眼对于丽莎来说 就是悬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或许前方一步之遥 济世深渊 好在在这样一条前路莫测的道路上 还有你陪伴在她的身边 而你是否能让她拥有新的期盼 新的渴望 在世界尽头重现当年大魔导师的英姿呢 人神玉姐团鉴赏第一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你想看哪个小姐姐的鉴赏呢 请把你的选择打在宫廷上 我是提瓦特XP鉴赏大师丹莉酱 长期更新小哥哥小姐姐的鉴赏系列 网期视频也很精彩哦 欢迎关注我 欢迎关注我